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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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思 最近不是經常不出門 其實我送的都是非常少買的 基本上是一星期買一次 那麼大把而已 最近我們都去了激安入貨 逢星期一我老公放假的時候 每次都買一大堆東西回來 上次投稿了一個story 很多人想我拍片分享買了什麼 所以今天就拍這段影片 之前都是買六七百元 想不到今次買了一千六元 因為除了食物之外 還買了一些日常用品 所以有很多 都在這裡跟大家一次過分享 Sorry 如果你聽到有少少兒哥的聲音 是因為羊羊在我後面看電視 我才可以拍到影片 所以你們盡量無視它 我們馬上看看買了什麼 登登 這是乾貨類 我還買了一些真的送的東西 那些就稍後再說 因為全部是雪梢雪櫃 好啦 我到底買了什麼乾貨呢 首先先說食物 食物呢 買了兩盒奶 奶那裡其實有時候也挺便宜 所以我們開車的話 又不是很怕重 所以就買回來 然後買了一些杯麵 全部杯麵都是羊巴吃的 我已經很久沒吃過杯麵 不是減肥 不是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很喜歡吃 然後有一個紅盆紅杯麵 買了一瓶料理酒 這些調味料 很多人都會問我 因為我煮的東西 很多都是簡單的日式菜 經常都會用味醂 料理酒 日式醬油 這類的東西 很多人都會問我 到底在哪裡買到 其實呢 激安 一田 吉之島 這些日式的超市 都一定有 有時甚至大間的白街都會有 還買了一瓶細細的沙律醬 卡羅里減半 然後羊巴還買了一個糯米飯 怎麼吃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吃 但他有興趣試 所以就交給他試 然後我就買了兩盒這些 煮的咖喱和白汁 有些人問我 那個白汁雞王飯是怎樣做 其實就是用這些 很簡單的做 後面它全部都有食譜教你怎麼做 超級簡單的做法 而且是很好吃 Sorry 講錯 這個不是咖喱 因為咖喱還有很多 這個是不知怎樣牛肉用的醬汁 還買了兩包麵 這些是日本的素麵 然後就是一大堆零食 零食首先最重要是買羊羊的 就是胸膜餅乾 等等 兩條 然後餘下的零食 全部都是羊巴的 同聲點心麵 然後一大包這個芝士帆立貝 他說很好吃 我吃過一粒 我對這些沒有特別喜好 所以不會覺得很好吃 但如果喜歡吃這類零食的人 應該都可以 然後有很多這些 燒蝦 魷魚 很多包 最後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就是買了這個油順劑 因為剛剛用完 所以順便在那裡買 因為看到它的樽很漂亮 所以就選了 楊巴又同樣地 看到它的包裝很有型 所以買了 這麼大支 也是油順劑 然後還有這個衣蜜清香豬 我一直都在用 這個是加大版 而且價錢算是便宜的 所以就在那裡買 還買了沐浴露 其實真的剛好很多東西都用了 所以才會在激安買這麼多 平時我不會在那裡買這些東西 通常都是買東西吃的 還有這個衣蜜香水 它寫著可以有香味 防臭、燒臭 還可以去皺 不知真是假的 不是太貴 就買來試試看 好了 乾貨已經講完了 等我一會兒 我先拿冰箱的濕東西出來 搞定 這一堆是冷的東西 其實我主要是買這些 真的要入貨來煮飯 煮一個星期 不然怎麼辦 雖然我覺得一個星期的量 都是很少的 因為還有一些冰箱的東西 是可以放很久的 所以就不是每次都要買這些很新鮮的東西 好了 我們就馬上開始講了 先講這個 因為講完要冰飯 它是一個冰箱 我昨天吃了一塊 很好吃 它是綠茶紅豆的 一個好像是餅 認住大家的包裝 如果你都喜歡綠茶的東西 絕對建議你去試試看 我們還買了一些湯包 買一杯再搭一塊肉 就可以煮了 而且也很便宜 然後我們買了這個豆苗 豆苗 其實這個很熱 因為我遲些應該會拍一條影片 是關於它 到底是怎樣拍呢 就敬請期待 我吃過一次是容易煮 又OK好吃 又便宜 所以我見有很多人買的 然後我也買了南瓜 日本南瓜 這個也不算很貴 29元 但有半個 平時我在街市買日本南瓜 都一定不值這個價錢 然後還買了本菇 還買了椰菜 還買了青椒 還有雞蛋 因為雞蛋 比起我家的任何地方都買得便宜 所以買了兩瓶 然後昨天它特價的士多啤梨 雖然我們不久前才去紅館 但也買了回來 現在一瓶 兩包才是多少錢 103元 看起來好像很大粒 還蠻紅的 最後到肉類 其實我是OK喜歡在Doki買肉 因為它很多都寫了 是給你怎樣煮 就像我手上這兩包雞肉 其實它會寫明 這一種是給你炸雞用的 有些是給親自當用的 就算不是這兩天吃的話 你放冰箱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不錯的 然後還買了兩塊豬肉 就是煲湯 因為剛才不是有湯包 但沒有肉煲的 這裏有兩塊豬肉 以上就是我一個星期去Doki 一次入貨買了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日本的東西 二來就是 有些日本的東西 都比普通地方買到的便宜 還有各種類也很多 所以都不惜遠遠地去荃灣買 這條一星期的入貨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想看更多的生活照片 可以追蹤我和原來的Instagram 還有不要忘記要去社群的post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